你 首刚76比99击败辽宁队 范子明赛后一番话令人肃然起劲 错怪他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北京首刚了以及辽宁队这场比赛的一些球没看到 谢谢大家 那么接下来要说一下那么范子明在本场比赛赛后的一些表现 我们也看到其实目前的北京首刚和辽宁队的已经是上演了一场巅峰对决 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北京首刚整体的表现要更加的强势 所以呢面对辽宁队这个整体实力强大的球队那么北京首刚呢 在迎来了林树豪的那些强员之外也是显得更加自信十足 所以这场比赛也真的是攻势非常的厉害给辽宁队 这一边年轻的一个主力军的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压力 所以最终即便是福哥以及莫兰德双外援都上场的情况之下呢他们也依旧没有能够打败北京首刚队 所以这种我们也看到北京首刚这边呢也是以二十三分的优势也就是最终了 七十九十九比七十六的战胜了辽宁队 那这场比赛实际上其实对整个辽宁队来说那么确确实实的可能是一个打击 尤其是对于一些那么在此前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些机会 能够上场去和这些强队对决的一些年轻球员呢也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不可能在之后啊也确实呢 需要好好去总结 这个反思一下的 当然其实回顾本场比赛我们也可以发现那么范子民的那么在本场比赛当中 其实呢 他也是获得了很多球迷的一个认可 尤其在场上的一些表现的确确实实的 相比较于第一阶段的一个整体表现的话 确实要更加大度更加懂得作为 那么我们也看到其他当时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范子民和赵继维呢 发生了一个身体的碰撞 这个时候赵继维在抢球的过程当中也是被范子民直接的顶出了赛场并且撞上了广告牌 正常来说我们也知道范子民在第一阶段的比赛当中那么恰恰是因为撞人而且呢发生了一个冲突呢 导致他受到很多球迷的一个诟病 但是没有想到那么到了第二阶段的比赛范子民的去一改之前的一个比较嚣张的一个态度 在本场比赛当中呢那么看到赵继维被撞出去之后呢也是赶紧过去把赵继维给拉了上来并且呢停止了一个进攻 那么看得出来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呢那么确实让很多球迷对他呢也是刮目相看 觉得范子民这一下确确实实也是成长了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所以呢到了第二场比赛也懂得去尊重对手这些球员 包括我们也看到在比赛结束之后啊其实范子民呢也是特意去发表了一篇动态 一方面的去庆祝自己呢拿到了一个好的成绩也庆祝林书豪回归 另外一方面在最后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范子民呢其实也特别表扬 赵继维是劳模 并且呢也晒出了自己呢去拉起赵继维的那张照片 所以从这个动态当中啊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范子民呢 之所以去爱特赵继维并且晒出了这个照片说清楚了当初的一个情况并且呢还用一个幽默的一个方式呢去解围的话实际上也看得出来 他对这个撞倒赵继维还是感到非常抱歉了 所以才会在赛后呢用了这番话呢去给 赵继维去解围也希望能够让赵继维知道自己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啊这个心理的一个状况 而我们也看到那么赵继维呢在收到他的一个爱特之后的话也是赶紧在他的一个微博评论区呢表示 是当上是因为自己的腿麻了所以呢才是控制不住撞了出去 所以可以说双方交流之下呢也是把这样的一个误会给解开了那么对双方来说应该都是一个最圆满的结果 所以说实话我觉得范子民啊在赛后发表的一个这个动态呢确实显得很高情商 令人肃然起劲 如果说他在此前呢那么确确实实在第一阶段呢发生一些冲突让有些球迷对他可能是比较生气的话 那么到了第二阶段那么他的整体的一些做法呢确实也让很多球迷呢觉得可能当初确实是错怪他了 那从目前那个情况来看我觉得范子民呢应该也是懂得去尊重一些球员一些球队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之后呢他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样的一个态度 毕竟呢其实双方竞技啊虽然说在场上是对手 但是在场下大家也都是朋友 没有必要呢去把这样的一个 东西去做的太绝 将来我觉得对双方来说可能都不是一个太好的局面 所以这一次确实要为范子民点赞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聊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劳球拜拜